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 我是石超 6月7号 一切都是乱造造 一切都是乱造造 而且认为已经结束的事情 其实都没有结束 都在持续的发展 给我感觉就是乱 好像谁都摁不住水面 我们现在看到这是在上海 上海一个小区重新给封起来了 具体细节还没有讲 其实上海不是一个小区了 上海多个小区 它基本上是切块的 就像疫情刚刚爆发初期的时候 你比如说当时北京 那北京当时就封了九仙桥 所以它封了九仙桥 它为了避免全市给封上 给我的感觉 这段视频给我的感觉呢 就是这样的 它是浦东菜场 它叫浦东上钢菜场 上海钢厂应该是 刚刚开封了就又给封了 所以它反映出来就是 今天人们面对这种疫情本身的方式 就是应对的方式 谈不上前驴技穷 它连驴那点技术都没有 连驴那点技巧都没有 显得非常笨拙 那人与人之间增加了无尽的仇恨 因为在封城的背景之下 人们都处于一种半精神不好的状态 说心里话 谁也受不了 所以在 除非人家有厉害的 说往那一打坐三天不起来 那个可能厉害 那个谁能做到 有几个人能做到 他做不到 所以你就会看到 这种非常令人感慨的场面 我个人只能说是叫感慨的场面 因为在西方社会 它也是封城的做法 那今天在家 在加拿大 加拿大在社交媒体上 对今天加拿大总理抗议的是非常凶的 称它是加拿大的共产党 它就是采取了非常严厉的封杀的方式 所以以这样的方式 它所效仿的做法都是类似的 完全是共产党的方式 所以左派的做法就是共产党的延续 它展现出来的价值观呢 是魔鬼统治的世界 那今天的人们又去 更多的人只停留在表面的认识上 所以他就不能够 他认为那共产党是共产党 那个这边这个这个西方社会是西方社会 你知道在昨天的Youtube发了给这些Youtube发了一个一个通知 加拿大 他说加拿大CITC 加拿大CITC呢 是叫CITC 可能是 就是相当于中国的网络管理局 发了就是你得拿执照的 就是发了这么一个通知 他说那个网络管理局要出现一个规章制度 这个规章的本身要去查询所有Youtube 你做在在你Youtube在你的频道上所放的所有视频的内容 他还要求这么查 他说查的原因呢 就是说在你的言语当中涉嫌违法 当然什么法律 比如说言论自由也好 政府也好 whatever 这是由他们自己定 那我当时看到通知之后 你知道我个人怎么的想法 Youtube本身就有非常严厉的审查制度 他是用AI的东西 效仿着中共的做法 你在Youtube上 你现在打希拉里跟FBI 你给放在一块 搞不好就给你疯了 希拉里跟FBI 他的封锁方式呢 对大多数Youtube的概念就是黄标 对不对 我不让你搭广告 让你赚不着钱 反正你是为了钱的 他是这么干的 那Youtube自己都受不了了 他说加拿大政府的规章 如果通过之后 意味着在加拿大的Youtube 只能说吃喝 别的都不能说了 港版国安法 其实类似 所以大家在潜移默化中 大多数人都不知道 我觉得都不知道 自己遇到了什么样的一个社会和环境 这就是 其实是非常 非常展现着魔鬼统治世界的现实 在我眼睛里是这样的 在我眼睛里是这样 那这个消息也蛮有趣的 这个消息是美国跟韩国 美国跟韩国刚刚大概 今天的当地时间的上 进行了历史性的联合的军事演习 那他所针对呢 是因为金三胖 金三胖连续发射了八枚 试射八枚的这个巡航导弹 就他的巡航导弹 然后呢 威胁呢 要 然后威胁这个 要进行核试验 那自川普上台以后 朝鲜没有没有再进行核试验 那这一次在威胁进行核试验之后 美国跟美国跟韩国就进行了 我们现在看到 这是他联合军事演习放出来的片子 我们用的是路透社的片子 这是这是蛮历史性的 这是蛮历史性的 从他的影片中可以看到他的B1B B1B是他的战略轰炸机 类似于B52的轰炸机概念 所以他是编组的 那美国发出了一个很强硬的那种说法 就是有人解读说 说你敢进行核试验 我就拿核武器炸你 可能吧 但是现在社会谁敢用核武器 但是反过来说呢 我愿意把它看成动荡 就是那北朝鲜 朝鲜本身是共产党的一切 所以这种动荡的现实的环境 在乌克兰跟俄罗斯战争的这种背景之下 那现在的焦点 在那边战争的焦点是粮食 今天是6月7号 在中国北方居住的人都有常识了 现在开始隔小麦 一直到大概在6月15号到20号 小麦下来那是都不睡觉的 要去扬肠一定给它把水分晒出去 然后进入收仓 那在今年的收成才算OK 小麦最怕的就是现在 来梁肠鱼那股碎倒在地里了 那就全完了 那一年的辛苦就什么都没了 而这个乌克兰呢 乌克兰的小麦大概有2000万到2500万吨的小麦 乌克兰的小麦出口占了全世界的10% 俄罗斯占了20% 那欧美人全吃面包 吃米饭的少 中国人OK 那欧美人都是吃面包 那面包做的可好吃的 还没小麦 那你俄国人是欧美人制裁的 20%不要了 那这个乌克兰人是打仗给弄到这份上了 俄国人把他的出海口呢给封了 所以那欧美就说你俄罗斯不地斗 你要把这个全世界人给饿死 这个说法呢 这个说法人家有人家的道理了 所以我的看法就是你战争了 你也制裁他了 他踹一脚 你打他一拳 然后你说我可以踹死你 但你不能回手 换我养养 OK 那反正你这么说了 给我的感觉就是这个 这个社会 就是人类的社会变成这种 令人难以简单看法 就能够落实的一个氛围 所以这是一个很 这是很大的问题 它的连贯呢 就是乌克兰的小麦 如果不能出口的话 它可能主要是跟非洲有关系 它会诱发非洲 很多贫困国家 会出现大饥荒 非洲只要一出饥荒 那顺着地中海就往欧洲跑 那欧洲一定有很多这种 这样的人了 所以如果跑到欧洲 欧洲再一次出现 它历史性的这种 这种难民潮式的东西 而在战争中 在乌克兰的战争中 大批头大批的武器散落在民间 所以说句心里话 是欧洲自己在这个过程中 欧洲自己面临着非常尴尬的场面 那这是一个大概发生在北京的 上公共汽车 老人呢 要用那健康卡 用手机 老人不会用 不会用 那结果就在那儿 弄半天 他怎么也弄不来 那司机就说 哎 老爷 您您下去 弄好了 您再上来 您要 你要不扫健康码 不让你上车 老头呢 在那儿顾佑顾佑 一说 算了吧 我别 我别耽误你大家伙时间 我还是下去吧 下去弄好 再说下去 这是今天的中国 这是今天的中国 人们认为 他可能做了对的事情 每个人都是这么冷漠的看着 因为每一个人都像被 就像一个机器人一样 被程序完全控制着 人们在探讨着 AI产品的一切 自己就是AI 自己就是被淘汰者 自己是被管制者 人失去了自己独立的任何尊严 为什么要扫健康码 人说了扫健康码是因为健康 谁的健康 谁告诉你就是健康 谁告诉你就是健康 共产党告诉你 科学告诉你 对不对 那科学是谁说的 共产党说的 人们在真正失去了尊严之后 失去了自我存在价值之后 你就会看到 人们的荒谬无尽 人们的那种奢侈 自私贪婪 在具体的行为中 那一些善良的人 基本就是无奈了 老人没有做任何 老人只是说 OK那我就下去吧 对吧 那老人能怎么样 老人能怎么样 说别人帮吗 谁去帮 个人隐私 涛哥的话 放几个绿烟屁 在这个社会充满了冲突的背景之下 你把 这是我大概五六个小时之间的新闻吧 你可以看出来跟中国有关的 大家就会看到那一份 那一份很荒谬的现实 胡锡进 攻台用小时计算 不留台独任何活口 不留台独任何活 充满了杀戮的一切 那这个东西基本 在我眼睛里基本就是瞎掰了 对吧 他一生就靠嘴活着 昨天我在另外节目中 在讲这个维鹿叶化 维鹿叶化在第十二则的时候 我背不下原文 他就说人的脸是什么 人面是什么 人面是个苦字 苦啊 就是苦了 两个眉毛是草子头 俩眼睛跟鼻子是中间十字 中间下面一个嘴 他说人生就是苦啊 完全带你这张脸了 这个王永斌 他作者是王永斌了 在是明末清初的三大奇书 那小窗游记 维鹿叶化跟蔡庚谈 蔡庚谈呢真的是三本书中最流行的 这个小窗游记呢 很古文 就是很出土文物 对很多人来讲 读起来就有难度 那而这个蔡庚谈呢 有点奸华 说起心里话有点奸华 就是他要人中获得好处 但这个维鹿叶化不是 维鹿叶化确实是有他 在人的层面上 就是我们现实生活层面当中呢 很具有他 很具有他的品质 所以他能够读出人的脸 人的五官是个苦子 所以出生就是苦的 而人的真正的生命的灵魂 与神性相通的 是人心的 是人的原神 所以第十二则 我以为你看到这些 其实就是了 这些那胡锡进为什么干 他生命就为此存在 他就是干这个 他就是这么胡说八道 而这种干这个 跟杀戮的心态的一切 簇拥了 他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中 拥有一份地位 这是很现实 我觉得很现实 很有趣 很现实的状况 冰激凌坦克 这是一个很荒谬 很荒谬的故事 冰激凌坦克 八九六四的时候 一个人是个网红 然后就在 他就弄了这么个 冰激凌坦克 直播嘛 结果直播给掐断了 是在微博上 直播给掐断了 在今天的中国社会 中共的脆弱的程度 就是人与人之间脆弱的程度 就走到这份上 这个故事 这个故事本身 西方美国的媒体也都报了 就说到底为什么 到底为什么 我觉得也不是为什么 那就是 所以人说共产党没有人性 这句话是对的 他毫无人性的脆弱之处 在于任何在他眼睛里 跟他会威胁到他 他认为会威胁到他 他想象中会威胁到他 都视为真正的对他的颠覆 那他以这样的方式而存在 这个你不能否认的 他以这样的方式而存在 而他的荒谬的一切呢 其实在提醒了所有 看这种新闻的人 中共的体制这么荒谬 那今天的中国人 又愿意在这个体制之下 来获取自己的生存的机会 这种故事 这就是魔鬼统治的世界 在当年 曾经的前特首 前特首 就是香港前特首 他被问到说 你对六四的态度是什么 他直接讲说 任何在香港的大型的活动 都会引起人们的骚乱 和一些被不好的人利用 他是这么说的 那个记者后来可能追问了他一句 当年八九六四的时候 你也出来了 你也抗议中共 那你是骚乱者 还是被 被蛊惑者 还是被骚乱者 我觉得是这么回事 我觉得是这么 这是被共产党统治之后 人们的今天活着的荒谬 你可以什么都有 但你什么都不是 你什么都有 你要多少钱有多少钱 你什么都有 要男的 要女的 要什么样都有 但你什么都不是 这是今天 共产党统治之下 苟且偷生的人们 你生命的品质了 这就是很有趣的故事 他荒谬就在这了 中国经济学家 说抢下台积电 避免落入美国人手里头 要打台湾 我觉得可笑就在这 就说他说对不对 他说的对 台积电给他留下吗 不知道 但一定要把台积电抢过来 说实话 现在全世界买不着汽车 说是因为芯片 而芯片的危机 是在莫名其妙的背景之下出现 有人说 陶哥你想说啥 有人控制 故意这么干 疫情是这么控制的 打针是这么控制的 大选是这么控制的 战争是这么控制的 今天的芯片也是这么控制的 全世界几十亿人 在西方的文明的 三四十亿人的背景之下 是被那不足一百人控制的 就这个 挣着所有人的钱 他说为什么要挣钱 钱是他成功的标志 你看索罗斯 索罗斯给了四千万 买了在美国社会当中 几十个州一级 以及联邦一级的检察官 花钱买 检察官挣多少钱 二十万 三十万 我给你四百万 你卖不卖 你这肉 直接个二十多少钱 这是今天的美国 所以这样的 这样的荒谬的一切呢 它是对等的 那即表现出 就是中国的经济学家 在人的生命品质上 不过如此 真的不过如此 没有任何 人们在这种相互争持中 就是 我自己觉得又是一种很荒谬了 拜登多次说武力保护台湾 有人说是故意的 另外一件事情更关键 其实下摆了 什么另外一件事情 这是他 这是拜登的一种做法 那他呢 以老年老年吃来症的表现 说我要武力保护台湾 但是在台湾关系法中 没有这条 台湾人一定要明白 台湾关系法中 没有这一条 在台湾的媒体 报道这个说法的同时 拜登准备解除川普总统对中共国的关税的所有的管制 要撤销所有关税 再把世界工厂回到中国去 来降低美国的 降低美国的通货膨胀 那降低美国的通货膨胀 再次养肥中共 摧毁美国的中小企业 钱是硬道理 对不对 说话 这个嘴 上面是天 下面是地 谈天说地 就是人造恶无尽之处 人敢谈天 人敢说地 那人是什么东西 对吧 所以这就是 真的很现实了 那人的荒谬 云南前教育厅长 批说屈原于中 屈原是于中 结果被人举报了 说他说他违反了 叫违反了英烈法 屈原是共产党英烈 然后说屈原的跳江于是于中 他不动心眼 说你看你侮辱英雄 这是法律 这是法律 中国人的生活的环境 荒谬到 我跟你说 连那个蚂蚁蛆虫都不如 以法律的名 而且没有这种生命 尊严的认知 就自然出现这种很荒谬 说上海出现抢菜 人们是很焦虑 出现了一种精神病状态 叫做 叫做核酸精神病 他们谁都得精神病 对不对 你说不精神病吗 习近平一句话 动态清零 你十几亿人谁敢说半个步子 顶多这些文人默客说 中共又内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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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整点点击量就完了 其实共产党存在的方式是正的 魔鬼统治的方式是正的 人们无奈的方式也是正的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